土耳其上个星期军事政变失败 国家整体形势未有缓和 土耳其强人总统埃尔多安 星期三从伊斯坦布尔返回首都安卡拉 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宣布全国实施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令 同时也加强清缴的力度 至今已经有六万名来自军警 司法 公务员和学术界等涉嫌支持政变的人士 被逮捕 关押或接受调查 土耳其政变未遂 反而加速催化土耳其政府铲除异己行动 总统埃尔多安昨晚通过电视直播 宣布国家安全委员会议决 全国将进入持续三个月的紧急状态 以尽快消除政变带来的威胁 在政变失败后 全国各地继续进行大规模整肃行动 政府追究的对象扩大到军警司法 公务员和教育界 连日来已经有将近六万人被扣押居查 誓言要将被指为幕后黑手的流亡宗教领袖 法图拉格兰支持者斩草除根 埃尔多安还警告 肃清行动仍未结束 并且不点名地提到其他国家可能涉及政变 尽管国际社会都对土国当下的政局及人权状况表示担忧 不过境内依然有庞大的政府支持者聚集在安卡拉街头 声援埃尔多安实施紧急状态的决定 是要阻止政变死灰复燃 埃尔多安实施这项紧急状态 将可让他和内阁暂时的以凌驾国会 立即通过新法 并且在当局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限制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颁布紧急状态的决定将在寻求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批准后正式生效